1970年5月20号早上陈宏珍 看这名字啊 陈宏珍 陈宏珍应该是空军司令部 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啊 也是林立国的一个死党 一个亲信啊 一个嫡系 陈宏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 中山医学院应该是在广州 应该是在广州 是应该是军队的 应该是第二军医大学的 把我接去度周末 你看见了吗 就是他父亲的部下 这个周宇驰的 是陈宏珍的直接领导啊 他把直接领导的 直接上司的女儿 也是拍马屁吧 或者是工作的一部分 去度周末 调研小组的人 这个调研小组的人啊 调查研究 共产党员嘛 党内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研小组 就是个名义 名分 都是这个林立果挑选的人 当时都住在广州白云山机场的招待所 后来就叫白云机场啊 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 和很多的外国杂志 大家明白了吗 他不让你看 这个就相当于翻墙 对吧 就相当于现在的VPN翻墙 上外网 但是林彪啊 他的儿子林立果他们就能看 所以人家什么都明白 只是不让你明白 等你明白过来了 早就晚了 这个黄瓜菜都凉了 是吧 人家比你这个要要这个了解真正的国际资讯要早多了 是吧 我听说林立果还是中国最早玩摇滚的或者接触摇滚的这个rock and roll啊block dance啊 是吧 甭管是这个青摇啊 重摇还是什么硬摇软摇 是吧 人家林立果早就接触这些东西了 那个高干圈子 但这个向红呢 是这个周宇驰的女儿 那会还小可能 他说我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 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这言情小说在社会上 这就叫谜谜之音 这就叫黄色的反动的大毒草 老百姓看着东西恨不得给你劳动教养 甚至给你判刑 说你这是 是吧 给你扣一大堆帽子 人家他们就能看 人家说我们这叫调研啊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 洗衣机放在翻译沉沦 看见了吗 有翻译英文的原版的报刊杂志 newspaper啊 magazine啊 这些东西 book 书籍人家翻译 翻译之后人家了解国际最新资讯 不过这是好事 这是所谓的精英 如果他们真是让中国变好了 这是好事 变得不那么落后 不那么愚昧 不那么封闭 是吧 这个 哦 叫沉沦河 对不起 不是沉沦啊 在卫生间里边哗啦哗啦的响 我好奇的去看 顺便帮忙 你看女孩吧 就是勤快 就看有什么活啊 帮着干点 他们住的楼层上 有一个大饭厅 里边有一部电视机架在那里 电视里开始转播 在首都北京啊 天门广场举行的五二零大会 五二零是什么意思啊 咱不懂啊 是吧 哪位能告诉告诉我啊 我向你们请教啊 五二零不知道 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 一会儿 该林彪讲话了 第二号人物嘛 林副统帅林立国 从房间里出来了 有人很默契的 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 是吧 都是他的小兄弟吗 给领导 小乌米来了 小乌米 你是我的领导 小乌米还怯生生的 不好意思 是吧 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 聚精会神 边喝边看 别人都走开了 我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记住了林彪讲话中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那个柱子的 湖北口音特点啊 林彪是湖北黄冈人 是吧 林家大湾 林彪讲完话 大会还没结束 林立国就站了起来 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 回房间了啊 我清楚的记得 七一年的五月九日 九月五日啊 就是九一三之前的八天 是个星期日 真是少年不识 愁滋味 我像往常一样 和要好的几个同学 去广空参谋长 就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 顾同州的家里玩 主要为了能解解禅 因为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 他们伙食费标准高 给的钱多 和地方同学的平摊在一起 啊 老百姓穷啊 所以伙食不好 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 胃口大的吓人 啊 就是青春期嘛 正长个长身体能吃 加上是北方人 啊 这个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 那共产党 那个军队过长江 啊 南下干部 是吧 有好多都是北方人 就河北 山东 山西 河南 这个东北 这个北方人比较多 是吧 中国历来的统一战争 这个南下 北方南下的 基本上把整个天下都占领了 所谓的统一的比较多啊 忘了是犯前还是犯后 女孩子们叽叽喳喳的 都聚在客厅 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 张亚青应该就是这个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老婆 顾伯伯 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 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 四顾无人啊 往左右看看没人 很亲切又神秘的压低的声音说 你爸爸 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 到时候我派人 去学校接你 啊 他说的这个 不是后来说林彪要南逃广州吗 可能说的就是这一段 但是从这个来看 又不像是什么要逃亡啊 什么分裂啊 什么另立中央啊 什么阴谋诡计啊 似乎又看不出来 是吧 亲不亲 献上分 就是路线斗争 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 他们就得势了 他们这一派啊 有权有势 都是林彪支持他们 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 刘兴源给广州军区 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刘兴源应该是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吧 或者是政委 他给广州军区 不是给整个军区 好几十万军队 军人 不是所有军人啊 是给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 比如说金级以上的 比如说诗级以上的 还是小范围的啊 这个共产党他不是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 按照级别传达的啊 他保密层层保密 他爸说来没来 看看啊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 那就是该913了吗 同学叫汪精群 汪精群 是汪东兴的女儿啊 中办主任 毛泽东的那个大太监 大管家啊 李莲英 安德海 小泽章 那个角色啊 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 他悄悄地告诉我 说一个大官 坐飞机跑了 下落不明 我们俩就海阔天空的猜想 谁呀 后来说 说可能是许世友 非常的天真烂漫啊 后来他知道是自己的父亲了 特别的难过 特别震惊 根本没想到啊 后来李先念来了 可能是到广州啊 来安抚啊 来甄别 来传达